欢迎回到国民美眼看的节目直播现场 马来西亚又再次的发生了裸敦的事件 而这一次呢是在上个星期 两名的这个新加坡女子 就凌晨想要吃宵夜来新山吃 结果出境发现她没有盖章 没有入境的盖章就被抓起来了 然后就打裸敦 宵夜吃不成就吃到了裸敦的滋味了 所以两位看到今天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个感觉是怎样 我觉得证明了第一个点 马来西亚的东西比较好吃 所以它要过来 牺牲也要过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看这样 我又想起这个308之前 也是有类似这样中过年那样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这种东西周而复始又会发生呢 所以我讲是不是政府 是不是上情没有办法下达呢 上面的想法跟下面的想法 完全没有办法衔接呢 所以我这样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国家一个文化 如果外面的国家看到我们怎么样 我们是欺负一些人 欺负那些什么非法入境者 不管是怎么样 基本上都有些人权嘛 那这样子这样 我现在是显现我国的是一个比较 不尊重人权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些真的 可能到最后讲到最后又要首先来拍板 对啊 内政部长提前不定今天讲话了 针对金人士他回应 他说这个前线的官员 就是移民局官员他没有错 错是在哪里呢 问题是发生在拘留所 就是距离新山几十公里以外的笨针 他后来是拖到去那个笨针的交流所 控留的 所以问题是出现在哪里 你从不已说要三方面的调查 警察 监警局还有这个移民局 三方面调查 要研究这次研究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我觉得今天的主题都有点连贯性 比如说我们用那么多拳去介绍马来西亚 什么旅游天堂啊 对不对 我们应该就算在前线 也应该体现一些比较人性的情形嘛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个新加坡籍女郎 她来的时候她发觉是自己非法入境 她其实很想回去的 其实就一条路嘛 对不对 就也没有说什么大不了 也不是说她过了 比如说她从阿根廷啊 过了几天几夜的飞机到 你要讲的是没办法 所以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我们这时候可能就要听一下警方的回应了 到底裸顿这件事情有对还是错 你听这跟警察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其实这个是最古老的方式咯 而且又最省钱的咯 是这样子吗 因为有的他们在他们的那个什么 托车那部分会放东西啊 所以你做这样 他那东西做做做 他会自己掉出来的 好像五百本啊 是这样子 既然人民不喜欢他 要我们用scanner啊 叫医生那些更花钱的东西 虽然人民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重本的 查人的身体什么这样子咯 虽然警方是说 这个是最古老的方式 移民局柔福州移民局官员 他就说 其实这是非这个法定程序的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种盲点 你看不久前之前 针丁那些去扫黄的时候 针丁那些怀疑是那个 有卖赢的女孩子 打钩打钗 那一连串这么短的事情 一重复发生这个东西 我觉得说你内政部长本身 你即使说只是 也不管是袒护还是怎么样 你就是想暂时把这个事情给压下来 我觉得他应该更坦然的出来 他们应该更面对这个大众 面对我们整个议论 而不应该只是说 这个东西我们调查 我们最常见的是 我们调查多方面呢 这样不了了之 你看六年前的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六年前 那个貌似中国女子 原来是马来女子 引起轰轰烈烈讨论 还冒出什么外交争议的 后来就有一个 裸敦案独立调查委员会 还有一份报告公开出售的 可是现在大家好像都忘记了这回事 这个独立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我们是最喜欢成立委员会调查 什么东西 然后不了了之 对对我们根本不相信警察 对对 这模糊化吧 问题的一些东西 模糊化然后不了了之 人民散发 因为我记说新闻的效力 大概大概就一天而已 一天他就降温很多 就是忘记了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 我这里看到有点可悲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公关组的 对公关组的警察 他就来跟你说 这是我们最省钱的方法啦 最传统的方法啦 而且他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对哦 他讲是很省钱 最古老啊 你们曾经说我们用掃描器 花费钱嘛 对不对 可是我讲说 就算是最古老的方法 你需要他脱光光吗 那个是很耻辱的 他们说在今有那个糖毒 是要脱光蹲下 时下时下这样子来检查 但是如果查出没有呢 那你是不是接着 没有把衣服穿上啊 就这样子啊 让我接着说 有些怀疑人家 那后来人家证明是清白呢 对 所以这个新加坡女子 反应比较强烈 现在他们开始呢 找一些议员啊 外交部官员啊 来帮他们来解决这件事情 用了什么反应 新加坡人呢 到马来西亚 现在都有很大的心理的不安啊 很大的这种压力 一般上这比较客观的呢 新加坡人呢 还是比较冷静的呢 认为呢 就是这两个女性呢 也有过错 她呢 不应该呢 在复造没有呢 这个呢 盖余之前呢 就入境 应该说指责的 不是呢 入国者 就是比如说新加坡 到进去马来西亚 而是你本身的 在官员本身呢 散离呢 这个岗位 这才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你可以呢 当时候用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CCTV 有这个摄影机 在现场 这个摄影的时候 不要说 那时候呢 自清室里面 是不是有人在自清 就一目了 传统的媒体 非常的克制了 没有直接的呢 这个媒体的立场呢 去批评马来西亚 但是他引述了 一些人的 这种呢 经验呢 坚洁的这种批评呢 倒是不少了 因为新闻庭呢 基本上呢 就他们呢 能够唱所欲言 所以呢 这方面呢 就就比较自欠 但是这不代表呢 新加坡的一般上的 普遍呢 都对马来西亚 政府的这种批评呢 好 听着这位时事评论人说呢 现在新加坡 舆论上呢 大部分呢 网络上是说 这个两个女子 是有错在先的 但是他们另外一个 想要关注的就是 为什么会裸着 还要蹲 是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 其实蛮可以 拆一下他们的反应 为什么他们 基本上就 Law by law 你进到去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拿盖章 你没有拿那个 passport过来 就应该的 其实 所以新加坡 他们已经被人家 企业官 已经不懂什么 人权 所以他比较会 从人权的角度 看这个问题 他们只要点智 去看事情吧 我想 那个逻辑 我是觉得是 被教育的太乖了 好不容易 我记得他 那个反风一点起来 现在好像又孤胎覆盟 是 不过我觉得 他讲得很对 就是说他们觉得 其实如果你没有拿到 注定的文件 你是不能过关的 那就是很好 OK 至于说 为什么需要裸 或者蹲 我觉得这个 你刚才所说的 也有一定的程序 不过基本上 还是要看人情 对不对 我们怎么有法律 很重要 可是人情更重要 你怎么去处理 法理情 其实还是在 法中情 法外情 法内情 法内情 对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 已经延伸到 影响的心心之间的关系 包括说像新加坡 他们的论坛开始出现 不要再去大马 这样子一个标题 我其实只是暂时性 因为新加坡 其实从新加坡 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 这种争议 一人一人 两个心 大家都有心病 跟美国跟加拿大 那种兄弟国的亲密 是 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你降车驾车 你不小心就到了大马了 所以他们有什么选择 其实我觉得 到头来我们还是两岸一起签的啦 所以这几天如果真的不小心 这个新加坡人真的不来 人少的话 其实也是好事是吧 部长会这样讲 我现在竟然要盖指纹嘛 刚好这样 我可以舒缓我们的交通压力 对 然后王燕燕又可以 在他的价格里面拿多点咯 是咯 所以新加坡人来少了 所以我在宣传咯 所以180万是应该的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那是惨咯 那一算就要再提一次什么 附加供应法 那又超支咯 是咯 所以就逐一逐一逐一项咯 是咯 国民面眼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下一段将会有近期 大家穷追不舍的影帝 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